国家最高领导人再一次和香港民众亲密接触 我更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活受 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 你又不给他 你不扣啊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这两天轰动世界 尤其是全球华人圈里比较关注的事件 那就是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了香港市场 当然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 这个事情啊 那真的是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主要就是在前些年 香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香港早就已经不再是香港了 看着各种铺天盖地的报道 看着新华社 关于习近平这次来访的重磅文章 以及习近平本人的讲话 以及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评论 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流行的那部大片 叫瞬间全宇宙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那就是对一个人来讲 对一个政权来讲 对一个政党来讲 很多时候那真的是多重宇宙同时发生 那放在香港这样一个事件里面 我的感觉那就是各方讲的事情 都是他们心里面 他们的头脑里所认为的正在发生的那个事实 那这些事实是不是全是假的呢 不是 是不是全是真的呢 恐怕也不能够这么说 那最后发生的就是 所有这一切是同时发生的 我们看一看 习近平来到香港的时候 在火车站 那个万众欢呼 特别是小孩子们 手捧鲜花 急促的抖动 发出欢迎的那个叫声 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一群小孩子用这种方式来欢迎行政首长 这好像只有在北韩啊 中国大陆这种地方才会发生 海外没有这样一个氛围和环境 那这次香港的孩子就这么几秒的镜头 我仔细看了看他们面部的表情 我没有看到欢乐 也没有看到愉悦 当然 我相信啊 像这样的事情 可能这些孩子 已经在 车站里 在那里等着 至少有三四个小时了 这是可以想象的 别说是习近平来访了 就算是开个 春节联邦晚会 央视那个春晚 这些小儿演员啊 都要在里面 要等着好几个小时才能上场 那像习为了安保的考虑 考量 可能凌晨啊 这些孩子就来了啊 打心而得感到累的话啊 说白了就是累的话 另外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欢迎一个公仆 这是这些孩子在 过去多年的教育里面 没有解决的 那恐怕老师啊 临时给他们讲 那也是需要费一番心思 要做一些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 所以看到这些孩子 我由衷的感到 遗憾 那就是香港的孩子 也要跟中国大陆的孩子一样了 那是什么情况呢 不管你是西装革履 还是穿 扎蝴蝶结 还是穿校服 他都在努力的 把你培养成一个 中英文都很流利 衣着很鲜亮 目光均均有神的 这么一些小塔利班 那就是你的头脑里 只准有一种思想 你的头脑里 只准有一种标准 你对外的表态 只能有一个态度 否则 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爱国者 香港的权利 中国的权利 就和你没有半分关系 那新华社的长篇文章 它的标题 叫我的心 和中央政府的心 始终同香港同胞在一起 跑这号 习近平主席 视察香港即时 这篇文章我也看了 是一贯的新华体 新华风 那就是 只顾抒发感情 不顾基本事实和逻辑 这里面一张口 就是谎言 比如说 习近平来的时候 习近平的氛围 早已洋溢在香港的大街小巷 那不可能吗 如果习近平的氛围 早已洋溢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的话 这个安保 这种肃杀的气氛 和你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 习近平这次来 没有做港府提供的 保马七的防弹车 以前胡锦涛 江泽民来 都是做的港府提供的车 这次连港府提供的车都不相信了 直接从北京调来了一辆 特制的红旗轿车 当然这个红旗 从它的外观 从它的整个的配置上看 以前没有出现过 细节谁都不了解 到底是里边怎么怎么回事 这当然都是国家的决定精密 另外香港这一次 竟然没有能让习主席在这里下榻 而是匆匆忙忙过桥回到深圳睡一觉 难道在香港在自己的土地上 睡一觉都不行了吗 这里面和喜庆祥和都没有关系 恐怕习近平自己 还有他身边的这些负责安保的最高层的人员 王小宏 他们都说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在怕什么 到底在怕什么 另外新华社还说 习主席清零香港 令七百多万香港同胞 备受鼓 当然新华社还没忘了采访重要的嘉宾 置身会场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说依惜记得 2012年12月 习总书记会见他的时候 那番真挚的嘱托 当时习近平跟他说 我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我相信广大香港同胞对此也是念资在资的 然后梁振英发表感慨了 他说回归祖国以来 香港方方面面取得娇人的战绩 我们更加感受到香港的命运与祖国始终紧密相恋 祖国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 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香港大有可为 你看前任特首梁振英和新华社一唱一鹤 但关键的问题是 香港出现了这么大的风波 出现了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香港本地 带来了深远的负面的 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这种局面 说白了最重要的就是梁振英和林郑月娥这两任特首负责 这个责任应该最大 正是在他们的管制底下 北京和香港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是在他们管制之下 香港在一系列事情上确实有举措失当 判断失误的这种先例导致了 或者说是部分导致了香港最后的局面 闹得无法收拾 但是香港的政治管理体制 官员的提拔评价体制也好 这些很显然都已经和大陆同化了 在这方面香港大陆已经议题了 那就是你看梁振英也好 林郑月也好 没有受到丝毫的惩罚 在这样的时候就习近平至少在表面上 也是力挺他们 到今天回忆起来的时候 仿佛他们对香港的乱局没有半点责任 那当然林郑月娥作为马上就要交棒的特首 仍然不忘在这里要感谢习主席 因为确实对他来讲 没有中央政府 没有习近平的鼎力支持 他早就应该下台了 想想当年香港的战争 香港的反送中 这一场一场几百万人参加的这种运动 都和林郑月娥有关 这次他也表态了 说衷心感谢习主席 在香港疫情仍然波动的情况下 亲临香港 香港社会各界感到十分喜悦和振奋 林郑月娥的话 新华社说代表了七百多万香港同胞的新生 那这是为什么我说多层宇宙 那在新华社的这个笔底下 香港就没发生过事情 一直就是这么欢乐祥和 心向中央 它确实不是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 这也是中共 新华社这些党媒 在这样历史的关键时刻 篡改历史或者说制造 新闻宣传叙事方式上的多重宇宙 这样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那当然了 习近平这次也表态了 这个 怎么说呢 春秋笔法 说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好 都是为了香港澳门好 为了港澳同胞好 当然一国两制 这样好的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那事实上这些里面都有巨大的问号挂在后面 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 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当年 港英时期 香港出现的大的暴动 出现大的社会的风波 那都是中央政府在后面鼓动的 大家上网可以搜一下 叫香港六七暴动 那当时确实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政坛一通乱 然后 红卫兵 也夺了外交部的权 红卫兵也夺了港澳部门的权 没人管了 在香港的有关部门 也开始躁动 觉得如果我在香港不闹起来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不配合北京的革命形势 然后香港的左派 在老共的支持下 也开始纯纯一动 开始动刀兵 开始动炸弹 为什么出现暴动 那就是香港的左派 侵服的共产党 把手榴弹都挂到了香港居民的阳台上 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 那这个时候 港英警察动手抓了很多人 当时中央政府就谴责港英了 他们当然支持这些左派在香港的这些暴力举动了 因为那时候就跟现在的清零 不彻底就等于彻底不清零一样 那都属于政治上极端错误的 回去以后可能会要满门抄斩的 会全家上上下下 老老小小都要进牢房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香港的左派 尤其是管这些左派的有关部门 有关领导 那不得不搞这种事情 当时香港市民对此也极端的反感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采取了严厉措施 把这些左派把这些中央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 生之以法 当时香港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跟大家举个例子 当年明报都停刊了 明报的老板金庸先生 带着全家老小一路跑到了新加坡避难 要不然他身家幸运也难以保全 所以香港当时乱到了这种程度 那后面就是这家政府干的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左派人士 在香港的革命的正义的行为 支持伟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当时都是有案可查 所以中央政府不能说 他一直是为了国家好 为了香港好 有一段时间 不管是香港人民还是中国人民 都在这个中央政府底下 遭受了深重的这个灾难 这一切都是事实 对吧 那这个多重宇宙 在习近平本人身上体现的作为明显 在他讲话里面 他说了 25年以来 在祖国全力的支持下 在香港特别新的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尸检 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你看这个其实都是没必要的 就是说 你不提你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那对你来说 你就是成功了 你看这一次习近平来香港 那就是来宣示自己胜利嘛 来向这个反对者示威嘛 告诉你们当初不要不要这么干 结果你还怎么这么这么干 结果你看现在 我回来视察了 你们全都嗝屁了 要么全都逃走了 那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 那你何必还把全世界拉出来垫背呢 举世公认 谁认了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对香港这些年出现这个乱局 对今天一国两制实际上 在香港已经荡然无存 那是大家是有一个共识的 那至少跟你签那个历史性协议的 中英联合声明的 那个英国他就不满意吗 难道英国不是举世 不是全世界的一部分吗 相反 他还是这个重要的 这个合作伙伴也好 一个重要的分子也好 你永远无法绕开 所以现在这个多重宇宙 尤其是在叙事方式 这种春秋比法 已经成为了中国和海外交流 取得国际社会信任 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就是你公然撒谎 第一是公然 第二 那就是毫无必要的 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你不用举世公认 那实际上你也成功了 何必要来个举世公认呢 但这一切既有共产党历史上 一直喜欢这么做 他就是这样一个调调 一个党风 一个文风 就是这样的 还有和当今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 秉性 执政的风格 制党的风格有关 习近平是什么风格 那就是 真像李鸿忠说的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举世不公认 就等于没有人公认 这和他的 这个 两百里山路不换肩 是一个道理 你能挑起 几百斤的麦子来 证明你的能力 已经有了 大家都很佩服 我肯定 扛不起来那个麦子 这已经够了 那你何必再强调 几百里山路不换肩呢 挑不挑得起来 是能力问题 换不换肩 是智力问题 你换肩 别人也不会否认你的成功 但你非得强调不换肩 让大家觉得这后面奇怪 要么就是脑子有水 要么就是脑子有很多水 没有其他的可能 没有其他的可能 那关于著名的一国两制 当然他已经当然无存了 或者只是在一些表面上还存在 但实际上精神实质 操作的方式 早已经当然无存 在这里我们想给大家引用一下 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 就是专门讲香港问题的 他说题目叫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老邓当年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 我们这些人不在了 政策会变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政策不会变 谁也变不了 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 人民都拥护 既然是人民拥护 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 肯定是不会变的 你看老邓说了 最后落脚在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 那就是中央 就是老邓本人 就是中国这个国家 保证的内容 不会变 更不会成为现在的人所说的 历史新文件 说英国对 就像这个刘晓明又出来大方决策了 说英国对回归以后的香港 既没有监督权 也没有管制权 也没有建议权 啥权都没有 你看 这和老邓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老邓也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何况是英国呢 所以在习近平提出的四点希望里面 全面继续贯彻一国两制这个事 本身就不存在 一国两制是被你们自己破坏的 但是在他的第二点里面 仍然体现出了一些心意 体现出来以前没有这么明白无误表达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第二点 他提出的叫 必须坚持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区行政区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 这个都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 关键是后面 他说 特别行政区应该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 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案 这个也是中共的这个文风 去世方式 这种非常拧巴 非常精神分裂的方式 传染到了中央习近平本人对香港治理的这种思路的方方面面 这明显就是既要又要这种八股的翻版 既要清零控制住疫情 又要让经济有序恢复 要这个GDP达到4.5 这些都是扯淡 他不可能既要又要 我们看看他说 既要坚持实行行政主导 又要让行政司法立法 能够相对独立 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 请问你这里都说了叫行政主导 如果是特区行政主观来主导的话 那立法和司法机关出了问题听谁的 主导那就主导啥意思 那就以他的意见为主了 那就听特首的了 特首听你的 那你说白了不就是听你的吗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这样的情况下还如何做到又互相配合又互相制和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这就更吵了 这就更吵了 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 香港高级法院现在恐怕也难以做到独立行使审判 从各方面的这个党媒的文章 各方面的舆论看来 他们甚至有想把香港的这些外籍法官 给清除出香港的这种架势 当然在涉及到国安法的一些判决 一些事情里面 早已经没有了外籍法官的这个身影 所以在这里第二条里面 他讲的这个既要又要 重点点出来行政主导 这一切都是和原来一国两制的时候 这种对香港真正实行三权分立的这种 安排是背道而驰的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叫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 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这是世界通行的行政治法则 这一点非常有欺骗性 咱们略微的多讲一点 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的人民 会允许败国甚至卖国 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 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九万的必然要求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守护好管治权 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 守护700多万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这一条特别有欺骗性 我身边的好多的这个知识分子 有很多还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 对此也身心不疑 总觉得天天地义 当然得爱国者治港了 爱国者治国嘛 对吧 但问题的关键是 爱国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 这个东西水分很大 可左可右 可上可下 你说怎么界定一个人爱国 那如果涉及到爱这个词的话 爱国爱人爱情实际上都有相同的部分 第一这个爱啊 人家是有权变的 两小无猜也好 见面以后从此不再分离也好 这都是在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场景 但关键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爱情你一旦双方有一个人反悔了 不管是在恋爱 dating期间 还是在婚姻期间 你都有权结束这档感情 没有人任何在爱和悲爱的事情上 一方是另外一方的奴隶 那不可能 如果那样的话不就成了poa了吗 比如成了心理变态了吗 那更不用说 如果一方说我不再爱你了 另外一方就开始往人家脸上泼硫酸 这叫变态 这叫耍流氓 人和人之间是这样的话 人和国家之间爱国和爱人是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无法强迫 对吧 你无法强迫 你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势 说爱就比别不爱 更崇高 或者更卑劣 没有 那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第一爱和不爱 是完全是个人自由 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 不爱了 你也不能把人家打成敌对势力 夫妻两个最后处不好 分家了 离婚了 不爱了 那也得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 财产一人一半 也没有规定说那个提出来不再爱了的那一方 你就得给我扫地出门滚蛋 甚至先行政拘留两个星期 你再离开家 没有这个说法嘛 对吧 那在爱国方面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人家决不决定爱国 也许现在爱 十年以后他不爱了 也许再过了十年 他又爱上了 这完全取决于 这个国家在他的心目当中 这个爱人在他的心目当中 可不可爱 值不值得爱 风险有多大 不爱的话 后果是什么 所以 把爱国当成一个 至高无上的一个教条 来要求别人既没有道德的高地 也没有法律的依据 为此我还仔细看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这里面有没有提到爱国呢 提到了 提到了 你看他说 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你看最后说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拥护祖国统一和自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大家看到没 宪法里边说了 首先搞这个爱国统一战线 那是政府的事情 这个爱国 或者培养人的爱国情绪 爱国情感这个事情 宪法里面有安排 这是这个政府的事情 你要来搞这个爱国统一战线 那无妨嘛 政府有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诉求 这一切都正常 但里边说的很清楚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里边当然也包括了爱国的 但从来也没有说 不爱国的就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 是不是 那在宪法里的24条 讲得更清楚了 说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学习 爱社会主义的功德 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 过程主义的教训 进行辩论无忧主义和历史无忧主义的教育 反对资本主义的 负面主义的 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是宪法第24条 这也是把这个责任 交给了政府 交给了国家 你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没有说你可以强制 也没有说教育不成 就要对被教育对象 采取强制措施 把它踢出政治管制体系之内 这一切在宪法里面 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那除了中和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个根本大法以外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的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里面 说的也特别的清楚 第25条 说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你看说了 香港居民是居民就可以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那意思就是 不管是爱国的香港居民 还是不爱国的 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 这一点可以说在基本法里 是有依据的 那更不用说紧接着说的第26条 说香港特别行政区 营救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请问习主席说的这个政治权力 这个political power 当然就包括被选举权了 这里面说的很清楚 他并没有界定说 只有爱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营救居民 才享有被选举权和选举权 没有这么说嘛 要不然你就改基本法 基本法没有修改之前 就应该按照基本法办 那习近平 还有现在的中央政府 非得把爱国 这个事猛叉叉的 插到所有的事情前面 本身坦率的讲 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也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 违反了基本法 爱国这个事 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最后关键的关键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以外 还有一个世道人心 一个公认的一个常识 各国的法律 也都不碰这个 啥意思 那就是爱国 喜欢某个宗教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不爱国 或者恨一个人 或者爱一个人 这都是主观情感 人脑子里的思想 永远不能作为被治罪的工具 人脑子里咋想都行 我昨天夜里 这个做梦的时候 还有很多稀奇古怪 非常不合适 跟大家分享的想法 但能把我抓起来进去吗 不行 一个人是不是犯罪了 依据的是他的行动 action 行动 人的头脑里的想法 永远不违法 法律 只制裁行动 不制裁意识 不制裁思想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权和常识 但如果把爱国 作为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这么一个前提的话 这本身是反人性的 是反人性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习近平 基本上发表了一个非法演讲 那除此以外 我们看从习近平的讲话里面 从这个自立行间里面 可以看出 他对香港问题 对世界问题 他的看法没有改变 没有一个体系上的更新 没有一个知识上的积累 和更新都没有 他的看法没变 他仍然认为香港的问题 是老百姓没钱 是房子不够大造成的 这个作为在香港工作 生活了好几年的一个新闻人 作为在香港 有几百号朋友 左宗右 政治光谱 这个很齐全的 这么一个媒体人 我真的要跟他说 没钱房子小 不是从你这开始的 港英期间他就很小 习近平 这个人家这个胡锦涛 江泽民当老大期间 房子也很小 是不是 那为什么江泽民来香港的时候 老百姓那个 齐了荣荣 那个见到了亲人 打心眼里感到 哎呀挺热闹 挺挺挺欢欣鼓舞的 那个劲 到你这怎么就没了呢 所以 你把精力放在 让香港盖更多的房子上 会不会有效 会有效 因为香港这帮大亨 一直就是你们统战的重点 可以说 中央政府从一开始 就有一个根本的判断失误 那就是 只要搞定了香港的这帮大佬 这帮巨富们 香港问题就算解决了 那事实证明 差恰是你们这些做法 导致了香港的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 导致了这帮大佬 拼命的压榨香港人民 事实证明 这一系列的东西 如果是从经济的角度 单纯的从经济角度去分析 那也是你们多年的政策造成的 现在开始让这帮大佬 把赚的钱拖出来一些 把囤的地也放出来一些 给老百姓建点房子 这个思路是不是对呢 当然对 当然对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 香港问题击中难返 它远远不是一个 钱和房子的大小能解决的 在我看来 香港居民居住空间比较有限 比较逼着 香港老百姓上升空间 年轻人觉得没前途 这个只占香港主要问题的 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剩下的大部分就是 中国大陆的这种管制方式 这种控制狂的这种念头 落实到公共管制的方方面面 让老百姓觉得受不了 说本来就不想跟们一起混 再加上确实 这个在港英的同志底下 很多年轻人 他很多的知识分子 他见过海外是什么样子 他们也认识过 享受过 品尝过 真正的文明成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对你这一套 他就不认了 没有别的更复杂的原因 他就是不认 想自己说了算 这个中间 香港的民主派学生 也确实有举措失当的地方 在战争中反送中的运动里面 确实因为他是一个非中心化的 一个叫兄弟东山各自努力 这种方式新型的 以社交媒体驱动的这种 民权运动 这种政治运动 他有他的优势 他当然也暴露出了极大的弱点 那就是人 就是这个活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是鱼龙混杂 银杀巨像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这里面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 这里面就很复杂 再加上有些媒体的渲染案 选择性的报道和评论 就导致了 不管是香港内部 和还有香港以外 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 就给香港这次运动 这几次运动贴上了暴乱的标签 当然社会治疗案确实很乱 这里面 这种乱里面 最容易取胜的 就是手里有 特殊资源的这些人 比如说有警察 特别是有些人 还能调动黑社会 那当年香港这个元朗 元朗这个暴动 很显然是警察自己 要么是他默许的 要么就是他派人参与的 必举其一 我们看到元朗 那个 这个黑衣人 这些暴徒袭击游行守卫者以后 警察看了根本不管 是那些暴徒 拎着橡胶棒 铁棍 路过警察的警车 警察看着在那里 好像在听音乐 连动都不动 这一切 真的是 说起来 那真的是要胳膊拧不过大腿 那最后 香港的这几个运动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那也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所以香港的局势 从经济上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因为有些事情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就是香港背靠中国大陆 从经济发展来讲 中国大陆仍然是他最大的资源 最好的一张牌 应该打好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但同时 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 原来那些民主派 清港年轻人想要的东西 再也甭想了 比如说 行政长官立法会的双普选 就你看中共这次讲话里面都不提了 以前还提过 还聊过怎么弄 是吧 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再也不可能出现 当年北京政府和香港的民主派 还讨价还价的那种情况 已经没有了这种基础 所以 在这种时候 我们也对香港的发展 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 可以说是深表遗憾 非常非常的可惜 东方明珠已经不再是明珠了 它已经不是了 将来也不会再是 从哪里得出这个判断 就从香港的小孩子里 就像我今天节目所说 香港的小孩子慢慢的也要变成大陆的小孩子了 他们不得不 面对一个自己不懂 甚至反感的一个政治势力和政治倾向 勉强的露出笑容 勉强的 在地上蹦来蹦去 发出一声声欢呼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实际上 他欢迎的是什么 是不是对他有利 会不会把他变成小塔利班 这一切都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诚振的欢迎您 给节目 点赞 打赏 也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我是主张美国 欧洲 都得改革开放 我都老生活在你的幻觉里 怕高高在上 但事实上 他傲慢的基础 正在一点点上市 我只不过 美国跟欧洲比 美国优势大一点 耗得起 那我们两个观点 这一点高度一致 我在跟西方学者 欧洲学者 沟通中 我专门强调就是 你们现在要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呢 学会实事求是 就这两条经验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 真的无比的受益于这两条 思想解放和这个实事求是 台下独立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今天是周末 但我仍然决心做一期节目 事情已经到了 不发生不行的地步 当然 这也和我过去一个星期的心情有关 过去一周没做节目 主要是看到美国的乱象 对我的心情造成了 极其深重的影响 那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 星期四 裁决纽约限制枪支的法律 违反宪法 当时的比例 投票的比是6比3 这项裁决 让纽约 洛杉矶 波士顿 这些美国 蓝营的城市 和其他地区 有更多的人能够合法带枪上街 这个决定会对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 产生影响 更关键的是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它的背景是在德克萨斯 纽约 开了凤尼 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整个美国社会 对 是不是要进枪 怎么进枪 或者说控枪 这个情绪越来越浓的时候 最高法院搞了这么一出 让人感觉 那真的是 法将不法 国将不国 美将不美了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你能拿着把枪 大摇大摆的 到处走 不是 本来纽约就不准 在很多的场合 公开持枪 但是隐秘持枪 是允许的 在申请的时候 还要出示 携枪需求的 适当的理由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 纽约这项法律的反对者表示 他只要是隐匿 就没问题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 这个问题 已经是美国法律 美国的民众里面 心里最脆弱的 那根神经 大家已经快受不了了 普遍 普通人的安全感 受到了威胁 但是这个事情 话音未落 最高法院 又出了一个 更雷人的决定 那就是 他们推翻了 堕胎为宪法 所保护的权力的裁决 将是否允许 堕胎的问题 交由各州自行决定 而在过去的50年以来 堕胎在全美范围内 基本上都是合法的 当然 他们的理由是 宪法没有提到堕胎 所以宪法条款里面 也没有暗含 对这种权力的保护 这是其中一个大法官说的 那这样的话 现在是遵从宪法 将堕胎问题 交还给民选代表的时候了 那这里边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Pro-Choice 还是Pro-Life 到底是母亲堕胎的自由 更高 具有更高的权力 还是婴儿的生命同样重要 那这里面 公说公务里 婆说朋友里 已经吵了几十年 我们也不准备在我们这期节目里 给出一个yes or no的回答 总而言之 我的看法是 这需要医学界和法学界 就胎儿在什么时候 能被认定为是一个生命 做出一个妥协 做出一个共识 把它写进法律 按法律来做就可以了 那有很多的右派人士 尤其是宗教极端人士 往往拿生命是上帝给的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样一个理由 为废掉堕胎权辩护 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引用一段 圣经里面的话 圣经也不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说在旧约出埃及记 21章52节说 人若彼此争斗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堕胎 随后却无别害 那伤害她的 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 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你看 可见 在上面这段话里面 即使在最保守 最传统 最正经的旧约圣经里面 上帝的心目里 他也没有说 只要受精卵形成了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他不是吗 你看 判罚的标准 赔偿的标准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一个胎儿 他已经有了四肢 已经有了心跳 那把他强行拿下来 母亲有这个权利吗 我想这也是要打问号的 所以在这场口水战里面 我不打算多讲 我还是呼吁医学界和法学界 你们work it out 找出一个能在法律上 形成条文的一个标准 到底什么情况下 胎儿如果被强行流产 那就等于是杀人 从这个角度讲 不管是支持堕胎派 还是反对堕胎派 都有听上去天经地义的一些理由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 美国现在这个话题 就聊到这儿 上个星期 是美国历史上 非常非常有决定性的一星期 关于禁枪 控枪 关于堕胎权 这都是 罪国法院出来了两个 特别有震撼性的决定 会影响美国很多年 那今天重点是要聊一聊 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美国政府 针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 采取了一个跨部门的行动 星期四 拜登表示 禁止中国新疆 和胜归业公司 和他的子公司 生产的 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 进入美国市场 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 发展清洁能源的供应链 这个不是新动作 而是过去一周两周 一系列动作里面最新的发展 这里面核心的理由 当然就是他们指控 和胜归业 以及子公司 涉嫌使用了强迫劳动 同时 美国入境口岸的工作人员 已经接到指示了 立即开始扣留 含有和胜归业生产的 规机产品和原子 或使用这些规机产品的 材料和货物 那么在6月23号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商务部 已经把五家中国实体 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和胜归业 几家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 单进归 多进归的主要制造商 和新疆生产精神兵团 这里面最核心的议题 就是他们认为 这些公司的产品 使用了强迫劳动 当然除了这种涉及到 太阳能新能源的这种 归精产品被禁以外 实际上从6月中下旬开始 美国的主流媒体 向纽约时报就开始密集的报道 涉及这一领域的 强迫劳动问题 比如说在6月21号 楚百亮和安娜斯汪森 他们就对这场斗争 掀开了一个序幕 那篇文章说 是中国电动车电池供应链 亮起强迫劳动的红灯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几篇都放在一起说 因为他们的理由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强迫劳动 而且行业切准了新能源 电动车 太阳能板这些产品 这里面我们要交代一下 为什么单挑这个行业 当然了 在新疆之前有关的制造业 像这个纺织 也出现了强迫劳动问题 也已经开始进了相关的产品 但是这个新能源和太阳能 这些我认为也是和当前美国联合他的盟友 要对中共相关的一些做法进行反制的这场斗争里边的一部分 尤其是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这些产业 比如说光伏 光伏产业 中国绝对是全世界的老大 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 出口到美国来的 欧美来的数量 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里面比较牛叉的企业 比如说那个协星 还有一个叫金科 这都是世界排名前五的企业 他们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以后 对美国清洁能源的产业 对他的电动车的市场 那都是举足轻重的 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那也是一个双刃剑 有很多的美国公司的老板 美国相关的企业 他的下游就是这些产品的下游企业 就开始担心了 那你封了以后 那我们的生产咋办呢 尤其是当中国的性价比这个产品 它的性价比非常好 这个趋势短时间难以逆转的时候 那美国公司在这种制裁底下 也会受到伤害 但是美国最近价值观这个事 聊的挺多 把他这个调子提的比较高 你像卢比奥这些人就说了 这就是奴隶 这是奴隶劳动 咱们就不用说别的了 我们发展不能建立在使用农历劳动压迫欺诈 胁迫的基础上 说的很清楚 所以这次这种措施确实会涉及到全球价值链的重整 而且美国的法律 他有时候确实很慢 很多人对美国的法律体系感觉到无可奈何 一个案子审半天审好几年 但是他一旦进入法律程序 美国这个法律的严肃性和这个实操性是很强的 比如说现在搞的这个所谓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这是美国这个中二生效的这个法律 他揭发到什么程度呢 强悍到什么程度呢 他假定所有来自新疆的原材料 或者是美国政府认为具有强迫性的中国劳动力和扶贫项目有关的产品 都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 他假设都是 一定要在美国边境进行拦截 出口商自己要拿出证据 证明你这个供应链和新疆无关 或者并不涉及奴役及胁迫行为 所以我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法律有点霸道 那你是执法部门 那应该你来证明 人家这个使用了强迫劳动 你就封了他就是了 你让进口商自己提供一个 说我他没关系 这在逻辑和哲学上都说不过去 你怎么证明一个没有 完全没有的事情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很奇葩 但是美国经常这么干 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国 这个爱特兰大AI的一个执行官 熟悉执行官也表示 全球1000万家 购买销售制造实体物品的企业中 大概都有100万家 将面临这项执法行动的影响 而且他说的很具体 他说这不是大海螺针 这是全球所有日常商品中 相当大的一部分 相当大的一部分 那根据有关的统计公司 他显示 新疆生产的多净硅 占全球产量多少 40%以上 这个多净硅 占了几乎要一半了 番茄酱多少 四分之一 全球棉花全球多少 五分之一 还有世界上15%的啤酒花 还有约十分之一的核桃 辣椒 人造纤维 这些都是这个 是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一下绝对会对全球 这个产业链 特别是供应链 产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影响 所以美国这个动作 有点双刃剑 为什么 你这么做 它确实可能会伤害到 美国自己的企业 加剧美国自己的通货膨胀 美国现在这个通货膨胀 已经离谱了 已经被很多人形成了 严重的心理阴影 但是这一次看美国 要以国家安全为重了 你看国家安全部部长 在这个事上 他也发表声明了 他说国家安全部 国土安全部 致力于结束全球范围内 令人憎恶的强迫劳动行为 我们必须打击这些 不人道和剥削性的做法 同时确保合法商品 能够进入我们的港口 尽快到达美国企业 和消费者手中 当然对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赵立坚们 对这个问题 一直予以驳斥 说在新疆所有的就业 都是自愿的 而且这次还号称 要采取反制措施 但怎么反制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 还没看出来 所以我认为 美国人民 美国的消费者 随后是欧美 所有这些国家的消费者 都会感到这个措施 给他们带来影响 那就是啥 衣服就更贵了 新疆棉不能进来了 调整产业结构 调整供应链的供货方 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搞定的 而且搞了以后 价格肯定比中国还高 那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 这个物品的价格 蹭蹭蹭往上涨 尤其是像棉花 像太阳能 这些能够涉及到的 直接的行业 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这里 我们要着重对 所谓的强迫劳动 来聊一聊 因为中美双方就这个事 各执一词 甚至在推特上 我看很多人讲的 也是各执一词 咱们这么来聊 强迫劳动 它并不是我们脑子里 一下就出现一个形象 你给我去搬砖去 不砖是吧 不搬是吧 譬如上踹一脚 再不搬是吧 踹两脚 这只是所谓的强迫劳动 最形象 最异于被人了解的一个方面 但实际上强迫劳动这个事 远远在美国对中国动手之前 这个议题就已经存在了 国际劳工组织也成立了好多年了 也不是因为中美关系不好才成立的 国际劳工组织对有关的 什么叫强迫劳动 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定义 那实际上早在1951年 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 就联合设立了一个 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委员会 对强迫劳动问题进行调查 那时候调查的重点 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所以现在强迫劳动这个事 我们坚决不能像某些老粉红 小粉红似的 觉得又是欧美来整我们了 这事 有这个概念 有这个议题 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议题 不只是来找你们这个麻烦 这么一个非常庸俗的一个理由 那你看当年1953年 这个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 最后发表了一个报告 怎么界定这个强迫劳动 有两种 说世界上有两种强迫劳动制度 一是用来作为镇压或惩罚 持有或表示某些政见的手段 你看 持不通政见者 他让你强迫劳动进行改造 对吧 劳动改造 第二 是为了重大的经济目的 这两者都威胁了基本的人权 而且在这个公约的第一条 说得很清楚 说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 承诺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并不以下列任何形式 使用强迫或强制劳动 这里边有12345 5条 我给大家一一道来 然后咱再来讲讲新疆出现这个情况 到底算不算强制劳动 第一 作为一种政治强制或政治教育的手段 或者作为对持有或发表某些政治观点 或表现出同既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 对立的思想认识的人的一种惩罚 第二 作为动员和利用劳动力 以发展经济的一种方法 第三 作为一种劳动纪律的惩罚 第四 作为对参加罢工的一种惩罚 第五 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一种手段 这都叫强制劳动 强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和特征 就是胁迫 威胁 而我们在查阅联合国相关网站的时候 也能看到 在2022年的4月份 中国最新批准了两个核心公约 这使中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 总数达到了28个 其中包括8个核心公约中的6个 那当时我们看联合国的协访稿 还说了 通过批准这些公约 中国进一步承诺 在其所下范围内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 使其14亿人民实现自由的工作 并尊重国际劳工组织中的 基本原则和权利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美国政府动手之前 美国纽约时报 最先报道的一个大型国企 叫什么呢 叫新疆有色集团 有色集团是干啥的 就是管各种有色金属 刚才提到的被制裁的所有这些公司 他们使用的原材料里面 你总要用一些基础的这些金属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 是所有这些公司的上架 还有其他无数 在新疆获取原材料的那些工业企业的上架 那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国企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 是国企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我也搞下了这家公司 社交媒体上号里面的截图 那这里面呢 有一张照片 70名维吾尔族工人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下 照片拍到 拍在2020年的3月 这些员工 正在接受爱党爱国知识的培训 那实际上前段时间的新闻人物 就是新疆自治区新任的党委书记马兴瑞 他也曾经大谈新疆 作为高科技材料产地的这个前景 他本人也亲自到了新疆有色集团 以及其他的国企高层 在发表讲话的时候 他说要做大新能源 新材料 数字经济 等战略性产业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不管是陈全国还是马兴瑞 乃至他们的老板习近平 他们在新疆 搞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项目 和今天这个局势 有最直接的关系 这个项目叫转移就业项目 这个项目是中共最高层 为了彻底改造维吾尔社会 当然了 咱们这里也不能妖魔化 也不能阴谋论 他们就是为了让维吾尔 尤其是南疆这些比较边缘 社会治安比较动荡 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 经济非常落后的一些地区 尽快的能够融入中国 奔腾向前的这架经济马车 让南疆也变得更富裕 更世俗化 也当然了 也更听党的话 所以从2017年开始 新疆政府就宣布计划在三年内 将十万人从南疆 转移到新的就业岗位 这里面当然国企就要挑大头 包括新疆有色集团在内的 数十家国企被给了指标 要吸纳一万名劳动力 当然只要吸收一个人 国家就给补贴和奖金 当然在新疆有色集团里面 转移就业的工人 人数并不多 在他七千多名员工里面 只有几百个人 根据该公司的报告 从2017到2020年 从南疆的两个偏远线 他们招聘了644名工人 此后又对更多的人进行了培训 那根据新疆有色集团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 他说在分配工作之前 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 接受了关于消灭宗教极端思想的讲座 并成为认同中华民族的训话 守法 这些保证都有 他们答应要听话 守法 要认同中华民族 要消灭宗教极端思想 然后南疆来的这些 维吾尔族的弟兄们 就接受了6个月的训练 里面包括军训 还有思想教育 那根据这个公司的官方网站 和社交账户 他们受到鼓励 要公开反对宗教极端思想 而且是要反对两面人 在新疆这个两面人 当然就 这个就有一些特殊的含义 主要就是反对中国政府 反对一些党和政府的一些 方针政策 甚至反对某些人 这都叫两面人 而且这些南疆来的老乡们 写信给家乡的长辈里面 通篇都是对共产党和对 新疆有色公司的感激之情 同时学员面临着严格的考核 这考核里面并不只是 你跳舞跳的怎么样 新疆的羊肉串做的怎么样 这个鸡床用的熟不熟 不是 思想品德和遵守规章制度的分数 占到了50% 得分高的人 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 违反规则的学生和教师 只要受到惩罚或者罚款 你看这不是胁迫吗 整个的 可以说他对你进行强迫的洗脑 如果你不服 或者洗脑洗的不够彻底不成功 那你这个 你的薪资 可能就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甚至是遭到罚款 这都是官方对外公开说的 那根据公司相关的网站 以及新疆日报 2017年的一篇报道 这里面引用了一个人的话 33岁的维吾尔族的村民 他是南疆的 他说 他最初不愿意出门打工 他对自己的务农收入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农民 务农是他的特长 但是当地的党员 多次到他家做思想工作 他被说服到新疆有色集团工作 你看多次做思想工作 还被说服 那在2018年 一次视察当中 有色公 有色这个新疆有色 董事长张国华告诉官员 要做好劳动力转移集团公司 就业人员家属的事项工作 以确保劳动力留得下 那就是你还不能轻易走 劳工里边 自由里面有个最基本的惩罚 就是我不干了可以随时离开 你看新疆的这些南疆的这些老乡们 他很可能来的时候就不自愿 走的时候你更不自愿 来的时候不愿意来 你要付出代价 你要想走了 如果公司不想让你走 你要走了 同样是要付出代价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里面有很强的胁迫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 中方和美方各执一词 美方说有强迫劳动 中方说没有 都是自愿的 这里面是可能有文化差异的成分 那更有这个说话 叫语言技巧 玩文字游戏的部分 难道强迫劳动只是说 你不劳动我就强迫你吗 那强迫是多种刀样的 包括思想意识的控制和洗脑 这个都是想当然的 当然这里更不用说 上个月的时候 BBC报了一个大新闻 这里面是包括了一批 存储于新疆警方服务器上的文件 被曝光了 这其中描述了 对试图逃离拘禁营的人 进行击毙的政策 就是这个学员营 你要私自想离开 不想上这个班了 可以击毙 以及在不同的设施之间 学员转移 可不是上了大巴就走了 你要被强制戴上眼罩 还有镖铐 还有镖铐 这个真的是这个能想象 这和犯人有什么区别 那为了把这个话题坐实 我又跑到新疆有色集团的公司网站 仔细看了一遍 那确实就是一个大国企的味道 党指挥一切 党委 那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这里面我看到了一篇 有色集团党委 2019年党建工作要点 在这个网站上 现在还挂着呢 还挂着 这里面说什么呢 在有色金属集团要干什么 要持续深入开展 向三股势力发声亮剑 清插两面人的专项行动 你看这里面要搞这个专项行动 防范政治安全风险隐患点 及时排查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点 做好抵御和防范三股势力的渗透工作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监管 全力保障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 你看这是有色集团 官方网站说的 那另外 在有色集团的网站上 有一篇已经下线了 但是网络是有记忆的 我们看看这一篇叫 脱贫攻坚 新疆有色集团助力南疆新员工 融入有色大家庭 这里边描绘的是 4月14号的时候 他们的其中一个金矿迎来了 第一批20名的南疆新员工 分别来自阿克陶县和于田县 我们看看这里边是怎么描述 他们过的生活的 当然有组织的关怀 大家谈心 从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 进行了无微不住的关怀 于是新员工 努尔曼曼提一敏说了 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我要打电话给我家人说 让他们放心 我在这一切都好 讲的很好 你看 而且来的这些员工里面 有一对夫妻 曼曼提敏和阿姨穆罕巴拉提 是南疆新员工里唯一的一对夫妻 来到克拉玛伊 打工就是好 有钱以后老公给老婆买了一个手机 他说妻子从来没有用过手机 这次一起来工作有了收入 我就决定给他买一部手机 以后不管到哪 我们都能随时联系了 但是老公不太小心 大意了 刚买的新手机 落在了出租车上 愣了 然后培训小组的组员 听到以后 赶紧了拨通了电话 联络上了出租车 找回了手机 南疆老乡很感动 说你们都太让我感动了 这么大的城市 我丢了手机还能找回来 现在社会太好了 还是好人多 但最后公司的领导出面了 在跟所有的南疆新员工 坐在一起坐谈的时候 厂领导 惠惠东 惠厂长 对新员工表示欢迎 而且说了 希望新员工能以坚定的政治立场 听党化跟党走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学习 你看提出的要求很明确 叫听党化跟党走 这一切都说明 这里面思想胁迫的成分 是很浓厚的 中方自己也没有遮掩 只不过双方现在在说 打这个擦片球 玩这个文字游戏 在这些都是中共日常的 思想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的看家本身 他们也不觉得这个丢人 但是这样的事放在海外 让布林肯 让拜登他们一说 那就显得很丢人 是不是 当然我对这个问题 两面说 如果我在南疆生活活成这样 老婆连个手机都没用过 只要能给我份工作 我去打工 让大家的生活好起来 发展是硬道理 我是认同的 所以我对新疆这个做法 我并不持一个全面的否定态度 但事情 咱们有一码归一码 叫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那你这个做法 是不是强迫劳动了呢 我的答案是 它是强迫劳动了 所以碰上这样的事情 咱们只能看着就像一场大戏 有的半红脸 有的半黑脸 在那打得不亦乐乎 那实际上 双方根本就没有产生真正的 争论 没有产生真正的交锋 双方各自聊的是不同的天 是鸡同鸭讲 这也是这个很多年以来 中国的公司到海外来 或者中国 这个像新疆 对外宣传的时候 难以避免 踩的一个又一个雷 栽的一个 六一个又一个跟头 别说是新疆雨似集团 这种偏远 这个鸟不拉水的地儿的 像华为这种 代表中国科技最高水平的公司 那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被海外怀疑 甚至把他赶出市场 因为你看他对海外聊了天 是我们是家民营企业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的 电信系统后边 装后门 大家放心 我向大家保证 任正芬拍胸脯 对不起 你拍胸脯不值钱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公司网站上 你在给你的公司大会上 也是坚决表示 坚决跟党走 要听党的话 那党让你在系统里面 开个后门 关键时刻 好作为后备军 直接就使用了 你怎么能让外界相信你 你没转后门呢 所以这种时候 华为和有色金属集团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处在一个水平线上 欧美事件也没有冤枉他们 今天时间太晚了 就聊到这 这几天的事情很多 很多 很有意思 你看拜登搞了这一出 要全面的去重整产业链 我觉得他这一招 比川普还要狠 当年川普你看 费了半天劲 搞了一个中美贸易战 搞了个新的贸易协定 到现在 一分钱都没执行了 中方一分钱都没履行程度 中方的如意算盘就是 我只要拖下去 看谁先退缩 看谁先装怂 事实上欧美这边装怂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通货膨胀上来了 这边就要减中国的关税 你一减中共就特别高兴 到时候胡锡进肯定又跳到老高 说你看怎么着 这叫自取其辱 当年跟你说不要打贸易战 不要涨关税 你看你又 你现在怎么涨上去的 你怎么给我降下来 当然这里面也有明白人 比如说戴琪贸易代表 他说了 这个关税还真不能轻易降 为啥 这是我们跟中方谈判的一个砝码 一个leverage 因为啥 他根本承诺的买美国的产品还没有兑现 你就给他取消了 那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让他起码执行一部分 或者全部的协议 咱们再谈新的关税 新的协议方法 所以这里面是个两难 是个两难 但是拜登出手还是挺 我认为拜登是个挺厉害的政治家 你看这边新疆棉 新疆的光伏他给封了 另外一边他在干嘛 G7全球基建计划筹6000亿美元 抗衡一带一路 6000亿美元 诸位不是个小数 让我数后面几个零 我一时半会儿都数不出来 到底多少零 反正是像大买卖 那这个东西6000亿 如果能够应用得到 那么我想和一带一路 那是能抗衡一下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 点赞 打赏 更欢迎您 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